欢迎加入1800新闻1点0的新闻直播 大家好 我是王欣益 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留言区 在线上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一起聊天聊新闻 新闻首先先来看到的是新北市树林有一间加油站 有民众目击有一只流浪狗被追打 而且整个过程长达了十几分钟 甚至连旁边的路人都看不下去了 洞宝珠现在也介入处理 但是动手的男子被遭开罚15000元 一日前在新北市树林的这间加油站 有一只流浪狗狗竟然是遭到陌生男子来袭击 从画面中是可以看到了 这名男子是手上拿着铁条 不管这只狗狗跑到哪 他就往哪里来攻击 目击民众看到是赶紧来上前制止的 并且是也通知了相关人员 不过董保处人员到场之后 是发现狗狗已经不在这里了 给了解是被爱心人士送到医院去检查 而检查过后呢 他的后肢是出现无力的状况 并且还有一些皮肉伤 幸好是没有生命大碍的 但是因为这只狗狗他年纪比较大 也因此说恢复的速度会比较慢 目前呢是已经被爱心人士领养 带回家里来治疗并且照顾 董保处也说现在这只狗狗已经过得相当的好了 恢复的也很不错 不过呢这名男子因为呢 他说他之前是遭了这只狗狗咬才会来打他 但是他这个行为呢是已经触罚 因此董保处是将他来开罚1.5万元 对于我们来看到 在台中有一间超商出现了一名男子 他疑似是喝醉酒还在旁边骚扰其他的女顾客 而店员看到呢就上前制止 没想到却被这名男子给殴打 但是店员非常的有耐心 他不止没有还手还继续不断的劝说 也让很多人大战这处理方式 真的很有耐心 黑衣男子出拳挥向超商店员 索性对方及时阻挡 我要这样子喔 卡你紧了好不好 而店员没有选择还手接着两人往后推挤拉扯 店内顾客见状也吓得马上大喊吱吱 事情就发生在台中男屯一间超商 当时一名黑衣男子一直喝醉了 骚扰店内女顾客 店员见状上前制止 没想到惹怒对方黑衣男子甚至出手打人 店员没还手还非常有耐心 不断劝说理清过程 希望黑衣男子不要再闹打扰其他人 但闹事的男子不断挑衅更直接否认又骚扰 还攻击女顾客的长相 连店员都超级傻眼 接着不欢而散 我觉得是可以制止就先制止啦 因为不需要说马上还手 不少民众大赞店员有耐心的处理方式 但也认为超商店员的工作环境非常的危险 直呼信号没有流血冲突 对此警方进一步了解 黑衣男子自称对于超商的服务不满意 所以对着空气碎碎孽没有骚扰行为 双方互相不提告 而整起事件除了店员遭盗挥拳攻击外 女顾客更是无故被牵连攻击掌向 GPPN新闻来从六百亿台中采访报报道 好 今年国中的教育会考 大家还记得吗 先前台北市有三个考察 51名的考生 他们遇到音听设备出现故障的事情 而当设备修复的时候 当下考试已经结束了 所以其实走廊上非常的吵闸 也影响到他们最后三题的作答 而现在呢有考生因此调了两个志愿 网上申诉 但现在全国事务会却回复申诉不成立 即便已经在孩子的高中志愿表上 签了名交出去 但对于考试当时遇到的状况 仍然难以接受 今年的国中教育会考台北市有三个考场 51名考生都遇到了英语听力测验 设备故障 但是在重新播放的时候 考试已经结束了 也代表整个考场都是欢呼吵杂声 考生提出申诉 表达在19到21题播放题目时 考场外声音太吵 根本听不清楚题目内容而影响作答 也调出数据 显示该考场考生在这三题的答对率大幅下降 北市教育局也在6月14号发公文至全国事务会 表示申诉有理由建议补偿成绩 但全国事务会却回复 处理流程完整 证据充足 并且三题试题的全国答对率都有下降趋势 显示为题目有鉴别度 因此申诉不成立 到底处理流程完整了什么 证据是充足了什么 这个本体性的问题就在于 英语的考试怎么会在打钟之后 以及下课后播放 为什么最后就是变成家长在炸锅 孩子在要分数 有考生就在重播的三题中错了两题 成绩少了一分 但志愿序却往后调了两所学校 最后一节课不应该再考音听了 应该要把音听挪到前面去 或者是这样子的情况发生的时候 要暂停播放 等到干扰因素排除之后 才可以继续让学生考音听 对此教育部在解考前尚未回应 但学生准备多时 因为音听考试播放状况 看似仅仅三题 却让考生离梦幻学校更加遥远 TVB 电视上花针三中的老师台北采访报道 先前台北市东山高中爆出了超收139名学生 就是他东山高中的国中部 甚至连这些学生都已经量好了 制服写好了暑假作业 结果最后却是没有办法入学 校方才通知这个名额是不够的 那当然了家长非常的不满 就算学校已经发了两万两千元的和解金 家长还是说要怒控学校诈欺 而现在台北市教育局也承诺 这一周呢就会安置好 其他学生要就读的学校 而至于东山高中 最重可能会被罚150万元 它不是超收事件 它应该叫做诈欺录取的事件 东山高中国中部爆出超收139名学生 台北新北各69名 新竹一名学生甚至一开始 学校还误报成142人 只是这些学生想回到东山 就读确定无望 他觉得一个学校不可能这么没有诚信 当然更气愤的是昨天就是收到 收到这张支票 先是售出学校给了四万四千元的支票 再直接把制服退回去 怒气难平 毕竟家长学生从头到尾都被蒙在谷底 三月开新街道放榜通知 五月还去梁志福但六月二十一号突然通知无法去读 甚至早在四月教育局就跟学校受无法增班 六月校方更开出交换条件 教育局不买单 眼看瞒不住了才通知家长 他们不想读东山的他们自然会退 没想到我们家长 他一直要留在东山的意愿这么强 即使都欠了五次但家长还是很火 毕竟有人早早就接到要求买乐器的电话 大部分读国中部也是为了直升 六年计划直接泡汤 连现在补习班都很难卡位 更重要的孩子到底要去哪读书 除了回原学区 也有的是满儿学校只能等改分发 小数还要等到七月一号之后 教育局则长调六月二十八号 绝对会做好安置计划 应该是孩子们要承担的吗 二杀的是孩子对学校 对社会的信任 跟对未来的期待 等收或停止部分班级 或全部班级的招生 发还金额从三十万到一百五十万不等 八月就会对东山高中进行相关乘处 至于校方则承诺会成立单因窗口 逐一道歉讨论后续赔偿 只是被打乱的人生规划该怎么办 恐怕就只能让学生自行承担 电视频新闻高主要再上庭台北草稿的 好 今天天气真的非常的热 尤其是在屏东气象鼠对屏东发布了 红色的高温警示有38度的极端高温 但是因为放暑假了 还是有很多的学生跟游客 跑去小琉球还有墾丁馆 业者就说了 其实他们本来以为大部分的人都会出国玩 但是呢 暑假第一周 周末的订房率高达了八成五 比去年的同期还要躲 满满满到处都是人 快看不见镜头 游客们各个都是年轻面孔 因为大学生开始放暑假了 一窝蜂全都跑到小琉球小鼠 热情打中呼大东流线抵达小琉球的游客们 换上轻便的短裤拖鞋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 屏东地区在早上九点 体感温度已经飙到38度 这一波人潮来说 订房率基本上都是在四月三月底四月就订的差不多了 就是这么夯 新开幕的民宿暑假整整两个月都被订光 虽然不少业者预期民众放暑假会往国外跑 其实暑假第一个周末六月二十九号三十号 屏东县整体住房率就超过八成五 比起去年同期国门刚开放时多更多 不光是屏东 邻近的高雄也因为七月份有寒团拼盘演唱会 加上暑假加存 饭店七月订房率至少超过六成 而演唱会七月十三号当天就将近九成满 接下来还有火星人布鲁诺 国内外大咖在高雄开场继续迎接演唱会商机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好讲到这个国旅现在感觉好像蛮夯的 像观众朋友这个哇哦他就说 因为去华东的人变少 所以去屏东的人就变多了 看起来好像蛮有这个可能性 另外观众朋友桑也分享说 因为这一周的机票非常的贵 他说去大阪三个人机票就要七万元 的确暑假就是旅游的旺季了 所以这个大家要出国的话 可能荷包还要再捏紧一点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天气非常的热 但是现在台电可能要推出一个新的措施 大家觉得这样好吗 就是他们说只要民众家里有智慧家电 或者是有充电桩这一些设备 再结合智慧的电表 要是在这个电力系统有需要的时候 让台电远端监控 把冷气切换为送风 或是帮你把它关掉 可以获得每度10元的节电回馈金 引发讨论 天气热到暴 现在没开冷气的 几乎可以称作是神人 只是冷气越开越多 用电量也增加 台电提出新措施 只要您家中是智慧家电 或者是充电桩 当台电有需求的时候 您答应他帮你远端来操控关机 或者是变成送风一小时 就可以省钱 换句话说就是拜托大家一起省电 试办时间在今年7到11月 每次执行一小时 每天以两次为限 计算方式是每月固定电费扣48元 加上每月节电量每度10块 进一步试算 要是有用户报名三台冷气 当月执行四次 累计节电四度 就等于有88元节电回馈金 可以试试看 那好不好 可以再修正 但愿意去试试看 忍得过就可以了 如果不舒服再把它打开来 觉得节省能源是每一个人的 人人有责 少吹一下 加上可以省电 民众意愿还算高 只是大家也后期 不开冷气 能让室外温度稍微下降吗 专家解答 冷气对室外温度影响 为乎其为 少开冷气的用意是省电 台电也说 要是一两万台冷气计算 每小时最多省八千度电 五个月就能省六十四万度电 所需经费约两千一百多万元 只是天热冷气越开越凶 国际能源署也统计 2050年相比现在 空调系统能源需求 会比现在再多三倍 可见温度越高 对冷气的需求也随之增加 体别新闻玩家张慧先 台报道 好的确对于这个政策 像观众朋友无人机长 他就说了 谁希望自己家里的家电 被别人操作呢 事实上因为现在进入了 夏季用电量攀升的时候 所以台电推出的这个计划 就是希望当台电电力 负载太高的时候 可以远端操作 关掉家里的冷气一个小时 但是呢这样的政策 就被国民党立委批评说 难道现在缺电缺到 要跟人民抢电了吗 台电就强调 这个措施是非常致性的 不会影响到用电的需求 而且其实在国外也有类似的做法 连一般民众的冷气你都要管 这种伸手到他家去管别人冷气的事情 我们跟共产党 我们跟纳粹 到底还有什么良药 国民党立委气气气 连锤冷气也有困难吗 原来是看到台电的新政策 质疑难道用电高峰 就要关民众冷气吗 这不是缺电 什么才是缺电 什么时候我们台电 我们台湾的能源 已经拮据到 要动用到一般老百姓的 家户电器里面 立委怒指政府这做法 就是跟民众抢电 把脑筋动用到民生用电 先进的日本美国 他们都一样 电力都非常的充足 所以他们也早在成熟之后 都有推出的类似的做法 家里有客人来 我现在不适合做 改成是送风之类的 他可以自动去选择出 他就不执行 台电澄清非强制性 善意是为达到节电 但立委提出质疑点 这方案从七月起上路 时间点正好是核三厂除一后 恐怕会有150亿度的电力缺口 蓝委赖事保 王洪威等人 在四月曾提出核电研议草案 明白排除现行申请时间限制 希望能为核电厂研议解套 不共有五案 已经一读交付教育委员会审查 原本自家交委柯智恩 排审梅萨文 现在将起死回生 就是说依现行法令 2025年就是非核家园 但没了核能 电够不够 恐怕还是民众所关心的 TVV新闻李国正复听话 年轩A造组台北草报道 来关系因应中国大陆推出的 惩戒台独22条 陆委会宣布经过整体的评估 认为有保障国人的需要 即日起提升中国大陆 还有港澳地区的旅游警示 到橙色的灯号 建议国人避免非必要的旅游 但是对于这样的措施 旅行社的业者表示非常错愕 投缘机闯柜台 不管是非 广州 上海 都有不少旅客排队 但是陆委会宣布 27号起提升中国大陆 与港澳地区旅游警示 由黄色调升为橙色 非必要不前往 旅游警示最低灰色提醒注意 黄色是特别注意检讨是否前往 橙色则是避免非必要旅行 包含伊朗 柬埔寨 辽国 以色列 巴西 最严重的红色是不宜前往 像是北韩 俄罗斯 乌克兰跟阿富汗 分裂国家罪的这个意见 这样的出台 有必须这个义务要提醒国人 确实是有风险的 确实是有风险的 那如果作为政府单位对这个状况视而不见 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那这个是政府单位的失职 陆委会指出 因为陆港澳地区持续征修国安法 有多起国人遭留置盘查 加上日前颁布惩治台独意见 最重死刑 有必要向国人示警 但是原本期望可以开放团客游路的旅行业者认为 两岸并非兵凶震危也没有严重疫情 提升警示灯号虽没约束力 但势必冲击旅行社生意 是希望说第一个不要发布这个陈设警戒 那即使你一定要提醒我们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是不是层级也不要一下子跳那么高 是不是会对我们旅游业的伤害会小一些少一些 陆委会强调提升旅游警示并非反制措施 而是保护国人 TVB的兄林志文 先前期陈玉文台北报道 好我们来看到根据国防部最新的动态显示 从26号到今天清晨为止的24个小时 一共有33架次的共机穿越台海中线 而距离基隆最近的只有40海里 最近其实双方在宫中对峙的时间也拉长了 共机的飞行员更疑似对我空军来呛吓说 中华民国是个什么东西 又在空中下距我空军柔性驱离 却到中共军机回呛 中华民国什么东西 这还只是空军日常遭遇 截至27号清晨6点为止的24小时 7艘共箭33架次共机穿越台海中线 几乎将台湾本岛包围夹击 只留下东北一小区域 最近距离基隆短短40海里 不断的在刺探我们的底线 那将来的话一定会逼入我们的12海里 逼入我们领空 要我们开第一枪 共机共箭自四面八方逼近 不过27号在巴士海峡 也发现美军E3B空中预警机 与MC13栋运输机行经我西南空域 美军机频频绕行 或许鉴于西南空域情势升级 但除了在空中 世界压力网路上的匿名活动资讯 也被质疑与对岸有关系 以军旅生涯照片为题 在社群征选作品 只要提供帅气的军众照 就有机会获得奖品 例如日本东京大阪双人型 或iPhone15 Pro Max 256G对象 锁定国军 我想这是一个所谓的 情报社会工程的做法 进行这照片的投稿 那么这情报单位 他就会依照这些人脉 来进行接触 让他建立一个更完整的资料库 这是一个情报钓鱼的手段 一面武力压迫 一面奖品诱惑 不知有多少愿者上钩 TV表现留意诚惠 台北我导 暑假来临 当然在暑假的时候 有很多的营队让小朋友来做选择 但是有家长就投诉 有未成年的子女 自己报名参加工作坊 但是没想到却涉及了 非法饮酒活动 而我们也实际致电了 这个主办单位 他们反驳说有饮酒的活动 也强调说 营队之前就已经有提醒大家 未成年不能喝酒 暑假即将来临 所有高中生趁暑假期间参加营队活动 不过有家长指控未成年子女参加的工作方 其中居然包含饮酒的环节 家长投诉 主办单位在暑假期间举办哲学思辨等相关活动 招生对象主要是大专院校以上 若未成年只要缴交家长同意书就能参加 投诉人还特别留存赢队手册 执意其中的最后方琴杯就是涉及酒精的活动 仅有被指控的主办单位IG上也有喝酒相关影片 官网上参加学员的回馈心得 确实有学员表示每天都有人喝醉 而家长质疑若提供酒精给未成年 是否有触法疑虑 如果依照儿童及少年福利及权益保障罚的话 这个是不可以提供酒精给未成年的人 那每次可以处一万至十万元的罚款 在哪边举办 然后在哪边喝到酒 哪边提供的来去判断说 哪个县市政府来处理 不过因为活动并非在校园内发生 地方卫生局无从管辖 而实际向主办单位求证 负责人严正反驳 表示虽然活动结束会喝酒 但纯属个人行为 强调参加的高中生是少数 主办单位不会提供强迫诱使未成年喝酒 甚至活动前特别规范宣导未成年 勤募饮酒 青少年自主参加工作方追求多元发展 但若和家长认知不同 恐怕还需多加沟通 VBA新闻最后不得 美国总统大选第一场电视辩论会将在明天登场了 拜登跟川普也再度要上场辩论 当然也引发大家的关注 我目前掌握到拜登可能会主攻川普 煽动国会暴动 而川普有可能会针对拜登的经济政策来做攻击 由于大家还记得吗 四年前两个人一度在辩论会当中超了起来 所以这一次到底会如何 和大家也非常关注 美国总统拜登在大卫迎闭关 为总统大选辩论准备 川普则是有前纽泽西州长陪练 辩论会前夕双方阵营都推出新广告 川普爱抗战拜登 因为他在重点上救救 而且他没有办法帮助中级级级级级 总统拜登发生了一个浪费 然后拒绝了家庭的恐慌 根据CNN预测 拜登将在辩论会中主打堕胎权 以及川普鼓励国会暴动等议题 川普则会以移民通膨犯罪率高来质疑拜登 回顾过去的辩论会 许多美国总统立拼连任时 都在辩论会上表现不佳 例如可受好评的欧巴马与雷根 都曾当场欲无伦次 老布希也曾在辩论会上分心看手表 结果却听不清楚主持人的提问 他的儿子小布希则是在辩论会中 一度坐立难安 并且说出情绪性言论 不过最情绪化的还是2020年的川普 他不停插话挑衅 兵得拜登当场要川普闭嘴 四年之后川败辩论将再次登场 还是有很多选民对这两个人都不满意 在这段階段他们两个人都已经有4年了 我只有8年比我更害怕 还有人直言拜登的年纪跟川普的坏嘴 都让他们这一票实在投不下去 TVV的新闻综合报导 好 现在南北海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紧张 北韩在昨天试射了导弹南韩研判是发射失败 但是在今天呢北海的官媒 他们却说这一次的测试非常的成功 看起来双方是各说各话 另外南韩在废止919协议之后呢 时隔6年再度举行海上的实弹炮击训练 一整排K9自走炮 发出巨大的移动声 随机朝海上发射炮弹 K9 자주포와 천문 활成 사이 등主要发射 共290多 발을南 서쪽工艺上 표적으로 발射 近日北韩不断对南韩挑衅 南韩在终止919军事协议后 首都在西北岛屿冲起海上炮击训练 这次演习的目的是为了反制朝鲜GPS电波干扰 以及应对北韩试射导弹的威胁 南韩军方强调 演习是例行的防御训练 这也是时隔6年10个月 南韩首次恢复海上炮击训练 北韩在26号清晨又发射一枚弹道飞弹 南韩的研判是发射失败 不过北韩官媒却说他们试射成功 南韩军方表示北韩发布的照片 和去年发射的弹道飞弹外形很像 怀疑是被篡改寄图误导大众 双方说法南辕北撤 TVBS新闻综合报导 回答最近股价狂飙 不过就当大家不断的买入之际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却大卖持股 这两次的卖股 合计套利了1.2亿的美金 折合台币大约是39亿元 另外在回答的股东会上 他们也通过了黄仁勋的薪酬案 他的年薪将会再增加60% 也就是达到新台币11亿元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又耍小幽默 为的就是和合作的IT云端软体 开发商ServiceNow一起介绍 为电信业打造的生成式AI 提供虚拟的AI客服 处理各种电信相关需求 而谈起AI竞争发展之快 黄仁勋又分享自己的一套应对逻辑 不过为了逐步推动投资组合多元化 黄仁勋本周继续卖股计划 24、25号又出脱24万股套现 2931万美元 若加上13号到21号套现的 9464万美元 短短几天已进账超过1.2亿美元 回答召开年度股东会 备受关注的高层薪酬也终于通过 由于回答在AI晶片市占已超过80% 股东会通过黄仁勋2024财年总薪酬 将达3400万美元 比前一年再上升60% 另外3万多名回答员工薪水 也让人羡慕 半数年薪超过台币700万 根据南韩媒体分析 回答员工毕业母校中排行第一的 其实是以色列理工学院学生 台大毕业的虽然有252人 不过在回答员工中只排行第八 点新闻 送合报导 好 我们把镜头转回国内 来看到基隆他们新采购的公车 被眼尖的民众发现在车顶 居然有下车零 也遭到质疑说这到底要怎么按 但是其实这一批公车 原本是台北市的 他们当初基隆又二手买下来的时候 车顶就有下车零 但是实际测量 如果身高160公分的民众要摸到 的确是有难度 公车数曾经其实车内有很多的下车按钮 车顶的只是给民众多一个选项 上公车抬头一看 真的没看错 车顶安装一整排下车零 但对部分的人来说 根本是看得到却按不到 我一定摸不到 挺好笑的 要是我是长辈我就找别人帮忙按 这一批基隆新采购的车款 其实是之前台北的公车 二手买进来时原本车顶就有设置按钮 不是安装错而是为了乘客着想 我们购置的这个车款 其实车的两旁也都有设置下车零 那因为这款车款有时候 人比较多的时候不方便使用 就怕尖锋时段车内人挤人 根本按不到两侧的下车零 才会在车顶也安装 只是似乎有身高限制 对于高个子问题不大 但一般来说难度不小 公车处也澄清 车上不止拉杆车窗两侧都有 只是多了一个选择提供民众使用 确实有时人太多 准备到站想下车 也不好意思推开人群 伸手摸不到下车零 又得请别人帮忙 与其让乘客频频喊 不好意思不如多替大家着想 多安装一些 但车顶这一块的实用性 引发讨论 TBI新闻流新款人身份基隆 裁判报导 好我们来看到的是 花莲县议员林元富 他在议会的临时会上面 居然自曝他左手的伤势 是被他的妻子持刀砍伤 他说他的妻子遭到 无信分局长给诱拐 他说两个人还有专用的手机 天天热线 他先前很不满 所以没收了妻子的手机 没想到让妻子生气 19号晚上持刀 直接砍断他的左手动脉 左手包纱布 花莲县县议员林元富 突然在议会上自爆 他跟老婆说我回来了 给他一个抱抱这样 突然间 突然间拉出 一把刀就把我砍下去了 讨报报就被砍 林元富声称一个多月之前 他发现妻子竟然藏有 另一只手机 通讯录里只有一个人 正是县内警局的无信分局长 指控他们天天热线到半夜 通讯软体聊天内容暧昧 还会单独出门 他一气之下保管妻子的手机 没料到19号晚间回家 就被妻子持育藏的水果刀砍伤 左手动脉被砍断了 他大量喷血三四千细细 倒在血泊中 一点动手输到六点五个小时 输了输血输了五代 第二天医生说 你再慢半个小时 这只手就废掉了 林元富进一步指控分局长 诱拐人妻从中作梗 还想息事宁人 已经不适任分局长 初步了解 有非公务上的联系 还有互动密切的一个情形 本局在持续调查 对于这个事件 我们会秉持误网误众的决心 想审慎调查 对于指控议员妻子低调表示 谢谢关心 一切遵循法律途径 而陷阱局督察室 则回应审慎调查中 如果有不到男女交往 或言行惹议 将已规定惩处 并追究相关责任 DBN新闻高志宏蔡兴云花莲采访报道 台南安平的关系平台传出了斗殴事件 就在凌晨的时候 有两派年轻人在停车场 互看不顺眼 竟然直接大打出手 而且是九个人围殴 两个人甚至把安全帽也拿来 当作武器 当中造成两个人受伤 行车场里两派人马大打出手 有人出脚猛踹 有人拿起安全帽当武器 用力很大 甚至四五个人将人团团包围 徒手猛殴 他们一个比一个凶残 警方快打部队到场 紧急鸟售散 但仍有五人当场被逮 走开 他们是一家 七家 要五个四七一看 三个上去的 27号凌晨 就在台南安平区关系平台 双方都不认识 竟然只因为彼此看不顺眼 挑衅互呛后 爆发肢体冲突 穿着白色上衣的两个人 对上另一派九个人 当场被打伤 其中一人手指骨折 一人擦挫伤 还好没有危机生命 彼此挑衅及互呛后 发生自己冲突 其中现场有两人受伤 警方当场带回知识民众五人 他们多半是20出头的年轻人 竟然只因互看不顺眼 大动干戈 警方已经将他们依 聚众斗殴 伤害等罪嫌送办 并全力追悉 其余四人行踪 TVBS新闻顾首昌 谈谈报道 交通新智 即将在6月30号就要上路了 而最新的版本 也开放了八项不再开放大家检举 当中就包含了各种的围庭 但是这个政策一公布呢 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直接放弃改善交通了呢 而至于祭典的部分 还得要由警方到场当面确认 驾驶人的身份才会祭典 如果是科技执法 还有民众检举 通通都不祭典 前方路口被吊车堵住了 学长尝试脱困 前前后后好几次 但只要往后 右边这辆围庭车就会遭殃 一连撞上好几次 这连骑士也看不下去 上前提醒 有网友说 学长教训了红线围庭 但也确实 未来这种围庭 恐怕将无法检举 像这样的围庭 民众检举 新规上路之后不会受理 得找警察由玻璃石道厂 亲自开单 先生你好不好意思 这边是红线 不能违规停车 自从被外国媒体 评为行人地域之后 交通部针对 道交条例一改再改 之前说罚款1200元以下 为罪不开放检举 引发争议 现在再度修正 三年改了四次 最新的这次 即将在6月30号上路 也重新开放部分项目 让民众检举 但是最关键的 有好几项围庭 是没办法检举 也让民众批评 是不是大围庭时代 要来了 最新版本 包含未戴安全帽 人行道 以及行人穿越到围庭 等五项民众可以检举 另外有八项 如行车用手机 吸烟 桥梁隧道 快车道 路口公车站围庭 并排停车等等 则是不开放检举 至于违规计点部分 得当场由警察拦检 确认驾驶人身份 才纳入计点 进行举发科技执法 与民众检举 则是不会计点 违规人既满六点之后 可以自费参加大湾奖席 然后抵扣两点 以往是一年一次 现在放宽为一年两次 不少人批评 心智是否已经放弃改善交通 最让人诟病的围庭 恐怕会更严重 毕竟怎么改都会有人不满 就等心智上路后 再来检视 这是好是坏 进去讲 即将在周六的晚间登场了 而除了得奖的名单 表演的嘉宾 其实每一次也都是亮点 这一次包括了饶蛇歌手 热狗还有顺子 都会带来演出 而且颁奖的阵容 更是大咖云集 叫醒大家 饶蛇天王热狗 连两年问鼎金曲歌王 周六也要登台表演 今年的演出嘉宾超豪华 包含去年报回星人奖的 红沛鱼回锅 第三十三届最佳乐团得主 血肉裹之机 回家 回家 急摘过 第十届国语女演唱人的顺子 都要带来表演 让许久不见的顺子 坦言紧张 我属于你的初遞 我属于我的名言 灵魂歌姬佳佳 曾三度入围歌后 这次请音乐总监 陈君豪及白蓝帝 共同参与 客语及台语歌后 吉纳张寿卿则 则设计令人惊艳的桥段 桜子画一堆一堆 前跪下我们部位 什么风格都有 日本摇滚乐团 声务鼓掌也将首度访台 与苏打绿的阿拱共同演出 万芳则胜负重任 要为特别贡献奖得主 郑华娟献唱 串起四首郑华娟的经典 阴京我家 有个厉害我就对你平抢 颁奖嘉宾也出炉 入围本届新人奖的 鳳曉月 蔣與蘇佩琴共同頒獎 還有9M88 阿麗 詹文婷 哈許六王 近期在對岸參加節目的黃瑄也趕回來 以及愛怡良告舞人許如雲 彭佳慧等人 也讓人更加期待頒獎組合 為這場音樂人盛會增添星光 TVBS新聞 張淺宏婷 台報道 日本舞蹈女團 這週末要在台北連續三天公演 先前其實他們也有Bobby這些夯歌的歌曲 世廚由王采華的女兒代打共舞 也預告這一次也會有台灣場的限定表演 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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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度大跳Bobby 王采華女兒黃于婷來共舞 原唱本尊也要來獻花 雙方上次見面是合作除夕節目 這回則來台帶來首戰海外公演 我們是Avangeldi的代表作 日本的名曲也當然是 台北的大家也有親密的表演 也有親密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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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很高興 在台北的有名的寺寺 昨天是每次都去吃火鍋 就連受訪表情也都很有戲 跟台灣相當有緣的他們 曾挑戰16噸被網友封為是最輕鬆版本 謝謝 謝謝 你們兩次聽聽好像比多30的表演 請願意挑戰 不只致敬天團 日前到香港還與周星馳見面 他們直呼很開心 太開心了 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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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跳舞時看來 面無表情 他們說還是有情緒變化 要大家好好觀察 台灣觀眾也等不及 要感受著 有別一般舞蹈的全新感官體驗 在台中太平 有一家資源回收廠 發生了嚴重的意外 有一名工人 疑似是在操作灌手的時候 角度沒有抓好 結果沒想到 不小心把直接整個抖勺 重擊老闆娘的頭部 也讓老闆娘當場失去了生命跡象 而工人也被依過失致死罪移送 工人操作怪手 敲死資源回收廠 老闆娘已經圍起封鎖線 出事後 業者在大門 臨時掛上紙板 寫著暫停營業 工作時間發生意外 老檢出上門 老闆娘的兒子在現場釐清 事發在27號早上9點多 地點就在台中太平區甲堤路 某家資源回收廠 當時一名42歲增性工人 操作怪手抖勺要夾紙板 而64歲的謝忻老闆娘在底下 將帶繩拉起方便 怪手夾取 結果疑似操作不慎 抖勺直接中擊 老闆娘頭部當場不治 警方補充責性工人 已經在回收廠工作十幾年 和謝忻老闆娘相處融洽 也工生每一次操作夾紙板 都是這樣的施作方式 結果沒想到這一次發生意外 工人和老闆娘一起工作 卻打死雇主遭到移送法辦 TVH的陳吉君 羅憲先生君小組 台中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還好有熱心的民眾 阻止了詐騙 在彰化呢 有民眾到知名的咖啡店用餐 疑似遇到有人被詐騙 馬上就打電話跟遠景朋友說 而這個警察就穿著蝙蝠到場 順利的就把人給逮捕了 警方穿著蝙蝠埋伏在咖啡店內 關注坐在角落的兩名顧客 接著抓準時機 馬上上前為主其中一名男子 並且將他逮捕 原來他是假投資專員 真詐欺車手前來驅款 日前彰化員林有熱心民眾 在咖啡店內 發現有女顧客疑似遭到了投資詐騙 馬上傳訊息跟警察朋友講 警方也不敢大意 馬上到場 為了不打草金蛇 甚至換上便服前往 果真就是詐欺取款車手 警方將人逮捕後 也查扣了40萬元的現金張款 警方表示 這名30歲的劉姓女被害人 相信網路上的投資詐騙消息 已經被騙了6次 共27萬都沒有任何的獲利 還是堅持要繼續投資 而詐騙集團更大膽選在 知名連鎖咖啡店裡面交 但連路人都能聽出來 這是詐騙陷阱 當局者迷 旁觀者清 俗信被害人 遇上熱心路人 才沒被騙更多的錢 TVB 新聞產生中 章章話采訪報導 好 我們來看到 在台中有一對母女 她們感染了人畜共通的 犬巴斯德菌 而且住院了10天治療 醫生了解她們的接觸史 其實她們家裡 並沒有養狗或者是貓 但是11歲的小妹妹 每週都會跟補習般的小狗 玩在一起 所以目前研判感染源 可能是補習般的小狗 11歲 彭小妹妹住院了 高燒39.7度 出現咳嗽 流鼻涕 貧尿 媽媽帶她掛急診 收員治療 小妹妹住院當天 檢驗確認罹患COVID-19 新冠肺炎 合併梅漿菌感染 還有鼻竇炎 另外檢查出密耀道感染 旭靜培養檢驗確認是犬巴斯德菌 而且媽媽也中了 是連醋共風疾病叫犬巴斯德菌 犬巴斯德菌寄生在貓狗身上 現在養寵物盛行跟民眾互動多 經常是又抱又親的 正常狀況相安無事 所以病例不常見 醫師說人類會被感染 通常是因為被動物抓傷 咬傷或者親密接觸引起傷口感染 如果沒有接觸治療 恐怕會引起腎癒腎炎 最嚴重會導致敗血症死亡 也因此一時提醒 和貓狗丸也要注意清潔 這一隻小狗就是跟牠一起玩的 小狗甚至還會用牠的時候 去填小朋友的臉俠手腳身體 都有親密的接觸 媽媽說小妹妹皮膚有小傷口 小狗跟牠玩舔來舔去 可能當時免疫力下降 媽媽跟女兒共癒 因此也被傳染 母女一起接受抗生素治療10天 終於順利康復出院 TBS新聞 蘇泰穎 吳淑平 台中報導 好 這一天天氣非常的熱 但是就在昨天下午 在南投仁愛華岡地區 下了半個小時的冰雹 但是冰雹一下來 其實蔬菜都被打爛了 這也讓農民非常的心疼 嘆氣說今年要當乞丐了 而初步估計呢 損失金額高達了上億元 冰雹一顆一顆像珍珠粉圓 一般大小 農民捧在手心看 心都涼了 都沒有效益 整片都沒有效益 今年要做吃 菜園被冰雹席捲 菜被打爛了 連連哀嘆 今年要當乞丐了 而16號下午3點多 南投仁愛華岡地區 下起冰雹 山上順尖峰里交加 馬路出現黃沉沉的水流 雨聲異常的大 霹哩啪啦 原來不只是雨 還有冰 這場冰雹大約下了半個小時 停歇之後 居民外出查看 你看 時間沒熱了吧 屋簷下地板上 農田裡 還有車斗上 都看得到冰雹 被冰雹打過的菜也爛了 南投縣政府農業處上山勘災 農民叫苦連天 高麗菜的價格正好 潑菜蒜苗也可以收成了 但是被冰雹打爛了 農業處勘災 出谷菜園損失100公頃 茶園50公頃 靠天吃飯的農民 有冰雹成災 也要防烈日危害 烈日高溫賽的人頭昏 冒骨肝也怕被曬壞了 果農在冒骨肝上噴一層碳酸鈣 就像擦了防曬乳 希望它能保持果皮 油眉眉白泡泡 鳳梨則要拉黑網覆蓋遮陽 果農說近期連續高溫 約有一層塞傷造成的損失 TBS新聞陳家貴 張崇敏無淑平 南投雲林報導 屏東市清潔隊規定 在收運的時候 一定要戴工程安全帽 但大家也知道 現在天氣非常的炎熱 而且還會越來越熱 就有人抱怨 這樣根本就受不了 垃圾車出動 可以看到隨車人員 還頭戴黃色的工程安全帽 不過明明不在工地 卻被要求全程戴著 都是因為 避免頭被砸傷 上次我們的隊員也是摔下車 還好有這頂安全帽 應該是工程帽會安全一點 因為它的保護方式可能比較不一樣 為了安全 屏東市清潔隊最近嚴格實施 只不過天氣越來越熱 白天頻頻飆破35度 也讓有些人大喊吃不消 甚至覺得為何不能戴 相對較輕薄的單車安全帽 實際戴著機車單車以及工程安全帽 在大太陽底架測試 可以看到三分鐘後 三個人的臉部和水各有不同 但一測體溫經過調節 其實都差不多 導致帽子內襯 機車跟工程安全帽 差不多都在40度左右 但單車卻高達45度 只是在是熱又刺 比較輕還是有差 平常是戴4分之上或全罩 然後戴這個就感覺了 有戴跟沒戴一樣 其實機車跟單車安全帽 是為了移動 因此著重頭部側邊的撞擊力 會使用保利龍跟布襯 來達到長時佩戴 而工程安全帽 為了防止落下物的疾傷 以及抗震 雖然是短時間佩戴 但還是得做電氣絕緣 吸水性 及橫向剛性等測試 因此安全帽的檢驗條件 各有不同 功能性不一樣 檢測的方式也不一樣 雖然清潔隊沒有確實佩戴 隊員會影響工作獎金 單位也會被依職業安全衛生法 開罰3萬 重點是不同場所 還是得佩戴不同屬性的安全帽 才能達到最佳的防護效果 TVBS新聞南部綜合報導 好來考考大家 大家知道列車員如果尿急的話 要怎麼辦嗎 我們以高雄捷運來說好了 平均每一站停靠25秒 所以列車員他們其實隨身 都會攜帶尿帶 捷運停靠時有沒有注意到 玻璃門後方有司機員下車查看 起步前會比劃手勢 由於一輛車只有一位司機 幾乎不離開車廂 萬一尿急怎麼辦 高捷司機列車員裡的公務包 其實放著尿帶 是因為他們只有25秒可以上廁所 不過你以為他是從車廂 一路衝到月台嗎 其實不是 而是他們在職員通道裡頭 有列車員專屬廁所 會說是專屬廁所 因為出入口在軌道広 民眾進不去 大約每六七站才會有一處廁所 不過停車時間 只有短短25秒期間還會倒數 真的太趕 才可能使用到尿帶 25秒或許是不夠 但是透過先行跟行空中心回報 其實行空中心繼續人到立場 身體需求是可以被接受 我在值16年位置使用過一次而已 公務包你們要準備尿帶 對 有使用過嗎 沒有 沒有使用過 端點站的時候會有廁所 然後有時間可以上 女司機員很害羞 大部分都是人到一趟結束再上 畢竟列車員上班8小時 有6小時必須待在駕駛艙內 以高雄捷運 岡山高一到小港站 一趟大約100分鐘 萬一真的不舒服 也能請其他司機員短暫替代 其實在如廁的時候 不是只是一定 硬性規定25秒的時間 那如果說有需要的話 我們也可以由領班來進行 就是代替他開這輛車的 那沒有廁所的輕軌怎麼辦 去年二月初就有民眾拍到 司機員突然下車 整車乘客被丟包 停在台鐵美術館站 因為輕軌司機員 只能就近找台鐵或捷運 或是周邊配合店家才能上廁所 畢竟是生理需求 希望互相體諒 TVBS新聞方正成 宋阿娟 高雄報導 好 來看這間小吃店 滷蛋 荷包蛋 一顆都只要5元 牛肉飯大火快炒起鍋後 原本附了一顆荷包蛋 顧客再加點一顆 這樣一盤多少錢呢 答案是65塊 因為在店裡不論荷包蛋還是乳蛋 一顆通通只要5塊錢 我剛去買雞蛋生的 一斤40塊 所以那時候太便宜了吧 乳蛋跟荷包蛋都是5塊錢 超級佛心 炒飯炒麵一律60元 多加一顆蛋5塊錢 一碗蛤蜊湯30元 這麼一餐95元 讓學生直呼很婆心 原來小吃店就設在嘉義南華大學 及中正大學的學區附近 搬過兩次家 經營十幾年了 顧客多半是大學生 老闆娘說 由於房子是自己的不用房租 薄利多銷 為的就是要減輕外出學子的負擔 在台南的牛肉湯店 顧客自己動手盛飯 滷蛋想吃幾顆就撈幾個 再加上滿滿的滷肉 因為一碗牛肉湯120元 滷肉飯及滷蛋 可是任你免費吃到飽 很便宜 滿划算的 說真的 這滿平衡的 因為這個傳承已經二十幾年了 它包括像之前在蛋漲價的時候 也是老闆自己去吸收這個承擔 業者說 喝牛肉湯免費附贈 任你吃到飽的滷肉飯及滷蛋 傳承多年 老顧客都知道 吃很多顆 你一次都吃幾顆 吃很多顆 就是四 五顆 大概四顆左右吧 農酒 怎麼我都吃了 在萬物起漲的情況下 內用牛肉湯 可以滷肉飯滷蛋吃到飽 這也難怪 店內總是吸引不少老顧客 大快朵疑 TVBS新聞季健亨 顧守昌 南部報導 李玉山缺乏維護 到處都是垃圾 你若來台湯 請你很高 出名李玉山 也有真意就好山 耳熟能詳的經典歌曲 來去台湯 第一句就點出 台東美景之首李玉山 只是多年過去了 讓不少當地人有些感慨 十階旁堆滿垃圾 鋁箔包 紙餐盒 還有大大小小的塑膠 帶焊 柔爛的香煙盒 就連要回收的玻璃罐 也是隨便往樹叢底下扔 當地民眾看得只搖頭 我覺得李玉山的門面 做得不是很好 其實有一些需要改變 因為設施老舊 還有一些被颱風 侵害的部分 應該要再做改善 說李玉山是台東的門面 可不為過 這裡是台東市區 最寬廣的休閒綠地 大海環繞晴空萬里 還能眺望藍雨綠島 公園裡面還有年代久遠的遺跡 像是防空洞 鍾烈瓷 碉堡 砲台等等 過往假日攤販聚集 大坡道上集滿人潮 但該由誰來維護 林保署與縣府兩方說法不一 我們也不是這塊地的 土地所有權人 然後也不是他們上面 一個單階管理單位 因為它是國有土地 那目前是根據林保署 這邊所管理的 縣府澄清不是不管 只是並非土地所有權人 但林保署則說 鯉魚山範圍涵蓋縣府 市公所以及國防部等 各大單位的設施 是涉及到其他機關所設置的 公共設施 或者是使用的土地 原則上也希望能夠 由各單位來分工合作 一起來進行維護跟管理 林保署已經貼出公告 將分區封閉進行設施維護 但還是希望其他單位 也能盡一份力 共同維護台東的都市秘境 TBS新聞劉警員 蔡幸宇台東採訪報導 夏天防蚊液怎麼選 一起來看 夏天到了 小朋友開心在外頭玩耍 但家長們最擔心 孩子被蚊蟲咬得滿身紅豆冰 只有紅腫發癢是小事 但最怕影響到孩子的身體健康 夏天是蚊蟲容易滋生的季節 我們使用防蚊液時 可以距離皮膚10到15公分處 慢慢噴灑 但市面上的防蚊液白白種 該怎麼選才有效 假如民眾要買防蚊液 建議就是上面選擇 要噴於人體 就選擇這種衛服部 核准DET有效成分 目前被衛服部認可 效果最佳的是 含有滴臂成分的防蚊液 被使用超過50年 雖然有神經毒性 但若濃度適當 就能有效防蚊 而不同年齡層 挑選滴臂濃度也不同 衛服部建議 一般成人使用的濃度 不宜超過50% 兩個月以上的孩童 濃度10%到30% 至於兩個月以下的嬰兒 不建議使用 以蚊帳長袖衣物 來防止蚊蟲叮咬 滴臂濃度越高 它的防蚊效果會越好 防蚊液來的越長 可是相對濃度高 相對就是對皮膚 容易會有刺激性 所以年紀比較小的小朋友 建議選擇濃度 是10%到30%的部分 成人的話 就選擇50%以下 主管機關 核可的防蚊藥劑成分 除了滴臂外 還有派卡瑞丁及伊莫寧 派卡瑞丁同樣能提供 較長的時間保護 味道比滴臂彈 至於伊莫寧 市面上產品少 兩者都僅是用 兩歲以上兒童 它會有一個環境部 給它的一個核可字號 這個也相對是安全的 那這類產品 因為它是環境衛生用藥 它有些是可以用在人體皮膚 有些不可以 而標榜天然金融類的防蚊產品 目前沒有得到政府認證 效果較不明顯 成分複雜 兒童使用上要小心過敏 有的含有薄荷成分 殘痘症患者也要格外注意 那有些家長可能會選擇 所謂天然金融類的防蚊液 那它會相對的天然安全 但是在效果上 可能也會略略打折扣 那有時候天然的防蚊液 也要看一下小朋友 可能像嬰幼兒太小的小孩 可能要注意一下 會不會有皮膚的刺激性 金融類的效果也有 但是沒有那麼好 而且大概不到 大概30分鐘左右 就沒有效了 蟑螂油不會防吸血性的昆蟲 完全一點用處都沒有 很多地方的大賣場 還是賣燈格熱 黃氏用藥賣這個蟑螂 那蟑螂油還有一個缺點 就是說它是中蘇神經毒 你說用的不當 尤其小孩子小朋友 很多阿嬤去風景去買的蟑螂油 給那個蟑螂就擦皮膚 那個有時候會中毒 國家文媒中心首席顧問陳景森提醒 很多長輩愛用的蟑螂油 是完全沒效果 也指出夏季戶外活動多 當防曬產品要與防蚊液一起用時 建議先使用防曬 等5到10分鐘再擦防蚊 防曬如果同時擦的話 如果沒有間隔的話 可能裡面的成分互相干擾 那反而兩邊都沒有效果了 陳景森指出 台灣蚊子有130幾種 登革熱主要是以埃及斑蚊 白線斑蚊作為傳播媒介 埃及斑蚊喜歡待在室內 人工容器積水的地方 白線斑蚊喜歡漆漆在戶外 主要滋生在花瓶水桶瓶罐等容器中 由於重染孵化需要10天 建議家中盆栽每七天換一次水 避免蚊子生長 譬如說白天的蚊子 都大部分是斑蚊類的 你瓶瓶罐罐 花瓶 那些人工容器 都是它的自身炎 不要養蚊子 就不會有蚊子 那晚上的蚊子 大部分就是水溝的 污水槽的 像地下室的污水槽 那個都是很大的自身炎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報告 去年全球超過500萬登革熱感染病例 5000例死亡病例 對公共衛生造成潛在嚴重威脅 但預防剩餘治療 選對防蚊產品 才能在夏季蚊蟲繁盛季節 成為蚊子絕緣體 TVBS新聞 徐昏山 黃冠偉 德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